63岁的他身材还是好得不像话,你发歌永远是你发歌。 还记得小时候看《赌神》的时候就被周润发又痞又痒的样子给吸引了这一角色,至今仍是一大经典,而且他那身材真的是没话说。 两米大长腿,是多少人羡慕不来的最近在香港的亚洲博览会上网友拍下视频视频中的发歌笔挺修长的身材俨然不像是一个,已经63岁的人小编看了之后也是差点晕绝。 保养的真的很好了面带笑容的他,一路跟观众们打着招呼亲切,而又吻呀更有的网友直呼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帅我一脸上地,真的是不公平我爸。 今年五十多岁他看起来也不像是这个年纪的人在外面也经常有人说他年轻他也是高兴的,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我决定回家之后,我就把发歌的照片给他看,让他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不老容颜,省得他还觉得自己年轻的很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说到发歌。 他真的是一对一个脚印,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了现在的国家一级演员出生于农村家庭的他生活也是困苦不堪言,小小年纪,就因为父亲病重开始初学大,工成年之后的他通过无线电视演员培训班的出色表现而顺利出道。 其中上海滩,更是创下了极高的收视率,也为广大观众,熟知和喜爱一生中的过的奖项也是,数不胜数彻都是对他演艺事业的肯定最近的一部电影《无双》,更是让人们再次看到风采依旧的发歌发歌本人,也是十分低调在部拍戏的时候, 后他跟普通人一样穿着舒适的衣服,在大街上到处逛,想要偶遇发歌也不是一件难事。 地铁菜场等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发歌和发嫂的婚姻也是让人羡慕发嫂不仅,是他的妻子更是他的经纪人,这么多年一直陪伴在他左右,而发嫂陈云连其实也是一个演员, 但之后回归家庭,也就没有什么作品,我发嫂的身体不太好,至今他们都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但是发歌仍然不离不弃,可以说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了。